了解的靈性 有所能的靈性 有所能的靈性 是在靈性的靈性 有所能的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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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如果是不了解靈性 这块东西 那我们就不会产生这个爱心 也不懂得分享 因为懂得这个灵性 就懂得生命共同体 灵性是很单纯 可是这个灵性这块土壤上 长出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种子 这种子就是叫做记忆体 每一个念头跟记忆体 长出这些东西 它就变成基因不同 长出不同的东西 基因是从哪里来 就是你必须想说 我是要怎么去 达到利益众生的效果 它在生长的时候 它就用它的方法 去做出它利益一切众生的效果 所以这个佛法的观念 它就是为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是它的生命的目的 所以所有的万物 都是这种原则在长的 所以说我们灵性的认识 是认到无私的自己 一切的众生都是我的呈现 所以说我要爱护这些 慈悲这些 要能够服务奉献这些 因为它们是我 不是这个身体为主 它是以这个灵性觉性的 这个片为主 所以人跟人要好 就懂得种好种子 好因好果 我们这个灵性它就是说 从物质层面去看 是就叫做种子 从灵性去看 它就是一个没有形而共存的 这个生命共同体 当我们懂得灵性 就慢慢去观察这个灵性的那种空间 灵性是什么东西 灵性跟谁有关系 了解了灵性 我们就是同一个根源就是灵性 这个叫万物共同体 就是从这个体上长出来的 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爱护它 关心它 然后让它能够成长 变成相依共存的一种连结点 那如果我们是不去探讨灵性 当然我们对灵性是 就是灭掉 所以它没有办法发出 它的本质的效益 所以我们就会自私为主 只有我没有其他 我的生命我要保护它 我要爱护它 所有的都要为我 所以你就会有身体为中心 那就你就是一直在 为了自己去破坏别人 或者是破坏所有的生态 这个是 就是不知道灵性是骗的 骗满 它不是只是在你的身上 我们懂得灵性是骗满的 所以我们爱心就骗满 所以这个佛陀训练我们 无我的不失 无我的时候你就会不失 它是一个属于做到无我的给 就是我这个东西都是要稀舍的 佛法是连我都可以舍 所以认识生命要彻底 认识灵性要彻底 所以你就知道怎么去根于你的生命 无限的时空的慈悲跟爱心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耕耘生命的养分 这些养分就是在做善业 没有善业是没有养分的 我们为了自己生生世世的轮回 跟别人相处 会发生什么关系 当然是发生别人对我们的一种 慈悲爱 这个是我们生生世世都需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每个念头要这样子 立它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